大家好 我是王一纯中医师 我接下来要讲的主题是 腰背痠痛 害喜 还有便秘 这些都是我们家老大遇到的事情 那中医上在看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胎产里面这些造成的疾病就是 阴血亏虚 气质 还有弹阻 阴血亏虚很简单 因为血的话 除了妈妈要用以外 还要小朋友也要用 所以他一定会阴血亏虚 气质的话 小朋友去压迫到身体的一些脏气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些流通不顺 这些就会造成气质 接着气质久了以后 就会造成一些病离产物的堆积 所以会有弹阻 那要如何避免呢 其实就是要坐月子 那其实在坐月子 台湾太重视 产后坐月子了 其实在坐月子 应该要从产前 更甚至于要从被孕开始 就像大家孕妇 其实在被孕的时候 就会持一些叶酸 我们应该要从产前被孕 这时候你就要开始做一些运动 它直接的影响就是你产后的条例 接着我们就从第一个刚才所说的腰背痠痛 那腰背痠痛是因为你怀孕之后 那子宫会变大 然后一些黄体素会造成你的身体结构会有点变化 像是脊柱会有进行性的前凸 那进行性前凸的时候 因为你胎儿再大 然后越来越凸 你肚子就要去支撑他 没有核心肌群 没有训练过的孕妇的话 他很容易有腰背痠痛 尤其是长久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女性 那这部分真的蛮辛苦的 接着他其实会有遇到一些问题 为什么会肩颈会痛啊 然后手会麻 通常妇产科都会跟你说 啊没关系啊 这个就是你生完小孩就好了 那其实大概是三成的患者会 产后会改善 那七成患者其实一年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腰背痠痛 那这样子的话会建议在前面 就要开始做一些运动 第二个要讲的是害喜 大家一般说的孕吐啊害喜啊 这就是中医所说的二组 那其实在怀孕期间就会容易恶心呕吐 那一般来说是四到十六周 那有的人在十三周 或者有人完全都没有 但是很不巧的 我们家老大从第四周开始 一直吐吐吐吐吐 吐到生小孩之前 都还会有一点不太舒服 所以身为一个中医师 就要开始帮他处理 除了帮他有一些按摩 背部稍微轻轻按摩可以舒缓神经以外 那其实情绪压下来 腹脚感神经兴奋 这些东西都会让他的整个肌肉 都会比较和缓 那在中医上面在使用药物的话 我们会分 吐酸、吐水、吐痰 会用酥肝解育的药 像加胃消毒散 吐水的话 会用一些健脾的药 像是香沙六菌脂 那吐痰的话 会用一些温胆汤来做治疗 里面会有一些药物 可能在后世的医术里面会有一些禁药 中医师就会去替换他 或者你有必要的时候 他也会做使用 因为量不会到达 一定会对他有所伤害 第三个就是要讲便秘 便秘的话是因为怀孕的时候 肠胃蠕动会自然变弱 那还有另外一个胎儿的压迫 还有脊椎浅突 都会造成你的食物经过大小肠 他的时间变久 那水分吸收变多 导致大便变因 原本就有便秘的妈妈 他的便秘会加重 没有便秘的妈妈 他可能这段时间也会有便秘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备孕这段时间 会建议开始做一些身体的调整 不管是运动还是食、药物、食物的调整 都是很需要的 中医上面会在怀孕期间会很注重用药 通常不太用 汗、吐、下 汗就是让他流汗、大流汗 吐法、下法 下法的话就是让你一些排便顺畅 因为在用排便顺畅的药的时候 它会容易造成 子宫收缩 而提高早产的危险 终于讲 益折气质 所以 过度的安逸会造成 气急的组织 而怀孕的妈妈在这时候胎儿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不想动 那不想动的时候 就会导致肠胃蠕动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会导致便秘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通常遇到这些 临床上遇到这些患者 一方面搭配一些药物 就是健脾啊 这些药物 另外一方面 会建议它稍微的去走一走 稍微的去运动一下 可以让它便秘的程度会有所下降 益冷的部分 你不是每天都在喝益冷水 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像 因为益冷中心上面会说 有立食器或滑胎的现象 但是这些其实要用到 药用剂量其实是很大的 可能三五前以上 三五前大概就是10克20克啊 这样以上才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但是一般我们在饮料或者食物 湯上面你不会喝这么多的量 再也不会用到我们所谓的药用剂量 所以不用太担心 那也不要 因为不太担心 所以很喜欢吃一人天天在吃 这样也不太好 那芦荟的部分的话 因为芦荟它其实会有大黄素 那其实会造成一些排便会比较顺畅 那其实这部分的话会建议 没有特别喜好 就是不太建议做使用 那像饮料店他们都会写禁止使用芦荟 这部分就会比较小心一点点 那黄莲的部分的话 黄莲是因为口耳相传 有一些说会治疗胎毒 小朋友出来比较不会有黄胆的现象 但是这一部分在工位研究上面 它并没有很显著的效果 其实有吃黄莲还没有吃黄莲出来 并不会有很大的差异 黄莲在中医上面还是很好的使用 因为有时候孕妇慢慢有一些肠胃道的疾病 就是像是刚刚说的恶心呕吐胃酸逆流 那我们有一些黄莲可以去治疗它 就会让它肠胃会比较舒服一点 今天的内容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 那下一部分 我就是会为大家讲产妇的部分 那就今天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